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雍正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性格 他的皇帝宝座是否真的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 是因为篡改诏书而得来的 雍正一朝的瓷器跟以前的瓷器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乾隆时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 竟然有人不惜在路上耗费两年的时间 只是为了吃一顿饭 那么这究竟是一次怎样不同寻常的盛宴呢 为什么有一个人他职务很低 但却受到乾隆皇帝的格外重视 他究竟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显为人知的眼情呢 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馆长马维都 精彩讲述 雍前清花 为我们揭示这当中的种种谜团 康熙清花成一种自由开放的事态 而雍正的清花呢 风格突变 一反康熙的清脆变得规范起来 我们先看一张图片 雍正官邀 从刚才展示的图片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雍正时期的清花 和康熙时期的清花 确实不一样 那么雍正时期的瓷器风格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变化呢 至于雍正皇帝本人的形式作风 以及艺术修养 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猜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与政治有关 雍正的励志 是在清代官场力度最大的 雍正上台以后谣言四起 如篡改遗诏等等问题 使雍正能下决心 整治康熙晚期遗留的历史问题 在举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 查贪污腐败 亏空前两 假公济私 结党怀奸等行为 雍正要求一查到底 雍正曾经对宜亲王所说 这话说得非常重 我给大家念一遍 他说 而若不能清查 朕必另遣大臣 若大臣再不能查 朕必亲自查出 话说得非常重 朕能发聩 我们想雍正这个态度 是使清朝立志 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 雍正元年的正月 雍正就雷厉风行的 连续颁发了十一道御址 进行了整顿 这一年 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 数十人 其中有很多是三坪以上的大员 我们知道的就是 曹写秦家的一个亲戚 叫李旭 是因为经济亏空 而被革职抄家 当时雍正有时候 不是很讲理了 也不是有非常大的证据 说你受贿怎么样 你这块经济没搞好 你有亏空 你就革职回家 亲事稿中说 雍正初 整理度之 收之 阔增 康熙晚年的时候 库金还有七百万两 到了雍正十三年的时候 就雍正去世的时候 增加到五千多万两 增加了七八倍 雍正这个名字来历很有意思 他原来是雍亲王 我们都清楚在登基前 叫雍亲王 他说正位是皇帝 他强调自己很正 所以叫雍正 他年号是代表自己的一个正统 也史上猜测 说这是他心虚的表现 他心虚 所以他起了这样一个年号 那么也史上说的很多了 最多的就是说 是传于四子 还是传食四子 这个说法 其实今天很容易去解释 因为鱼字 当时不是这干钩鱼 不是简化字 是繁体字 另外赵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 不可能都给改了 事实上 雍正是清代最为勤勉的皇帝 那么他这个勤勉是有数据的 勤正是雍正区别于其他皇帝的 一个显著的特征 纵观中国的历史 像雍正这样的勤政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雍正的在位期间 他不寻幸不游烈 他跟他的父亲 包括他的儿子都不一样 康熙六下江南 乾隆也六下江南 他一次都没出过北京 日理正式 中年不息 就仅以猪皮 所谓猪皮就是拿红笔在上面写过的 这个奏折 雍正现存的不一定是全部 就现存的汉文奏折 三万五千余剑 满文奏折有六千六百余剑 加起来有四万一千六百剑 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 按天际呢是四千两百四十七天 那他平均每天有十个咒读 最少的写一个字 蓝 我看过了 最多的可长达万年 那么艺术的表现 我说过他一定跟当时的政治氛围是有关的 雍正是一个比较矮板的人 所以他的官窑都画得很拘谨 很规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猜想呢 这个风格的突变 与雍正的艺术修养有关 雍正登基的时候是四十五岁 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他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 我们从清党中 紫禁城造办处的活迹党中 都可以看出雍正的玉批 写得非常的具体 要求的非常具体 那么一个没有艺术造诣的皇帝 是要求不出来的 你自己不高 你没法去要求人家 你看不到 你没有这个要求 那么他强调的审美呢 是非常高的一个审美 是收敛 他不张扬 玉窑厂到此 到了雍正时候 就变得非常的完备 康熙晚期的 这个都窑关制度的建立 到了雍正元年的时候呢 就迅速延续 雍正呢 在雍正元年 在位第一年 就迅速对慈器做出玉批 就直接就批下去了 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雍正的青花的风格 我们今天说谈的是青花 他的青花风格呢 就是两类 说起来是一个硬币 有两个面 第一个 他直追永轩 因为雍正上台的时候 我说了 他的艺术造语非常高 修养非常高 他首先对明朝的词器 了解的透彻之极 他知道明朝词器 最重要的青花 就是永轩青花 所以他上来 就直追永轩 要把青花仿得 跟他一模一样 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乱真 今天我甚至认为 世界各大博物馆里 还有一些被视为永轩磁器 有可能是雍正时期仿造的 我们没办法用肉眼分辨 比如 比如这个大盘子 那鸟倒挂的 这个青花受代鸟文的大盘呢 原定为是永乐 传统都是这么认为 那么我就很怀疑 它不是永乐的东西 它为什么呢 有两点 第一点呢 这盘子尺寸很大 将近60公分 从元代到明初 制造了很多大盘子 甚至有70多公分的大盘子 但是它都有一点变形 你知道这个盘子 稍大了以后一入火 稍微有阴力 它就变形了 但这盘子非常周正 第二呢 这个寿代鸟的这个形态呀 不是一个常态 它是倒挂着的 我们看明代的花鸟画 明代最有名的一个画花鸟的画家 叫李济 它画的鸟都是常态 有的都是呆呆的 你比如它画那山鸡 就那么呆呆的呆着 偶尔画点奔跑的 也都是常态 这个寿代鸟呢 是倒挂着 去追逐一个虫子 从这个鸟的动势而言 我就怀疑它是清代 为什么呢 清代有一个画家 叫华炎 华新罗 他画的鸟都是这种动势 非常不常态 我们后来景德镇出土了 一大批永乐时期的大盘子 没有一个盘子是这么画的 他所画的花鸟都是呆呆的 很正面的形象 那么文物鉴定 给我们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 就是判断事物 要从多角度去跟它比较 你才能做出一个终极判断 马卫都先生的这番话 给我们以很深的启迪 这使我们想起了一句成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欲 意思是说 借助别的山上的石头 可以用来琢磨玉器 后来常用以比喻 能够帮助自己改正缺点 和错误的朋友 马卫都先生 无疑就是这样的良师益友 他的一番经验之谈 确实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 那么话再说回来 雍正时期的青花还有别的什么特点呢 马卫都先生又如何看待呢 那雍正的青花的另一部分呢 就是淡苗 它淡苗呢 它首先直锥成花 雍正淡苗青花显然受万利铁线苗的影响 万利有一种青花呢 叫铁线苗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细线把它画出来 我没有平涂 但是它的铁线苗呢 往往是大面积的一道接一道的画 形成平涂的概念 为什么它不画成平涂呢 因为它需要大量的颜料 那时候颜料告缺 我就以少充多 但它形成了一种风格 雍正的时候 它并不追求这种铁线苗的风格 它而是作为一种很细弱的表现形式 它用很淡的色彩去渲染这种艺术效果 它不用色块来表现 它不平涂成一大片颜色 它就是用细线 万利的铁线苗 它的目的是为省 省材料 充大 我以小充大 而雍正的目的呢 它是为了雅 两个人出发点不一样 我并不是没材料 我这青花材料有的是 我就是不愿意使 我一定要把它画得非常雅 那么从雍正义朝起 官窑就基本上都形成了一个定式 比如呢 赏平 赏平顾名思义 是赏赖之用 赏给你的吗 赏平 赏平什么样 我们看一看 这就是赏平 赏平呢 本来有一个名字 它叫玉堂春平 过去皇上 看着谁顺眼了 谁有功了 就要说 赏玉堂春平一对 底下 这个太监们就传旨啊 说传旨 赏玉堂春平一对 是这么说 说到后来呢 当着皇帝是这么说呀 一转身就说 赏平一对 懒了 把中间的那个省去了 所以后来呢 这种专门用来 讲业赏赏赖之用的瓶子呢 就叫赏平了 名字这么来的 原来的本名玉堂春 没了 忘了 原来的名字多富有诗意 清荡 雍正济世杂录中 有这样的记载 雍正八年十月 奉命再将赏用词平 稍造些来 就当时用量比较大 到雍正八年了 雍正可能有很多事情 要需要去讲业 就把这个瓶子 你像皇上送你一对瓶子 摆在家里多荣光 雍正时期的赏平 目前全国就一例 现在从广州文物商店 带有雍正纪念款 雍正以后 这个赏平呢 就大规模的 就生产 保留到今日的呢 也非常多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瓶子呢 他首先是青花 我们说过 表示青莲 上面画的又是蝉织莲 也是表示青莲 就是他用青花和莲花 表示你围观要青莲 赏平一对 不仅是蒋状 而且是你一个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呀 逛一家商店 看见一个赏平是半截的 没脖子 形成一个罐状 那时候也没钱 收入很少 我就问他这东西多少钱 他跟我说呢 120块钱 哎 现在听起来 120块钱 不就买本书钱吗 是吧 吃顿饭钱 很少 他当时这120块钱 对我来说还挺多的 然后我心里又想 这东西又是一半截的 我一开始 还就真不知道 是一半截的 我一开始就说 这一罐 它那口磨得很平 后来你告诉我说 这上面还有一脖子呢 就没了 这就是一赏平的下半截 我那时候是第一次 听说赏平这个词 然后我就 因为他伤残了 就很犹豫 然后呢 别人就跟我说呢 卖主就劝我 就说哎呀 你这个机会很难得嘛 他少了半截 他钱还少了很多呢 说要没有 他有着脖子 就好几千块了 这不是才一百多块吗 我就是听人劝 吃饱饭 就把它买了 那么后来呢 我就发现 这东西很有意思 我在这个上面 对赏平有所了解 就是从根上开始看它 尽管它没了脖子 剩那半截也够我看的 收藏本身是个 内心快乐的事 不必强求 随遇而安 你碰到了 就是这么个东西 你也买得起 它是个残的 你也买得起 如果真碰上也好的 我碰上那雍正的赏平 全国就一个 全世界就一个 人家说这要好几百万 我也买不起 我也就看一眼 这个虽然残了 但它便宜 我又买得起 所以这种随遇而安 内心的快乐 是特别重要的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 康熙中晚期 到雍正乾隆时期 景德镇的瓷器生产 形成了一个高峰 那么这个高峰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它跟当时的瓷器生产制度 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一部奇书《红楼梦》 虚实之间映射贾宝玉与曹雪芹 两个家族的荣辱臣服 历史上的曹家 与书中的贾家一样 都曾经贤赫于世 也一样家业凋零 那么曹家究竟是怎么败落的 历经人间繁华与事态炎凉之后 曹雪芹又如何辛苦度雨 八期版电视剧《红楼梦》编剧周灵先生 为您精彩讲述曹家败落之谜 它主要跟都陶关制度有关 康熙十九年的时候 这个预谣厂就恢复了 康熙的中期 中央政府觉得政权已经稳固了 比如平定了三藩 收复了台湾 开放了海禁 这些都表明了 他政权非常稳固了 他就开始有心思烧造这个瓷器 关心这件事了 从康熙十九年起 这个清廷先后派的这都陶关人不算太少 康熙时候最有名的就说的是 脏英选 狼亭吉 我们将来讲丹色诱的时候会讲到狼窑 雍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年西窑 唐英 唐英是横跨雍正到乾隆的权力最大的独套官 而且他是专职 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 唐英自郡宫看军西人 宫内务府原外郎 执养心殿雍正六年 命间江西景德镇摇武 唐英 唐俊宫 他是八旗人在旗的 他当时在养心殿职任 雍正六年就直接把他派到准备身上 唐英这个人我们应该对他有所了解 他是出身是内务府褒裔 说白了就是家奴 十六岁就进宫府 他的出身和他少年入宫的这个经历 就形成了他一个唯唯诺诺 谨小慎微的一个性格 你想想你在宫廷里做事 你出身又没那么高贵 所以他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性格 他是严格的按照上方的旨意办事 就是你让我怎么着 我一定就怎么着 我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好 他要挖空心思 要把这瓷器烧好 要取悦于皇帝 他头三年 雍正六年到九年 这头三年 什么事都没干 跟瑶公吃喝住都在一起 由一个外行变成内行 他是横跨雍正到乾隆的一个独陶官 从47岁到景泽镇 一直干到75岁 乾隆21年 正月十九 乾隆呢在圆明园召见唐银 三老爷子给接到了圆明园 接到北京 乾隆非常高兴 当时呢就当着面赏赐了 就说你儿子唐银宝 学习词物 接你的班吧 唐银肯定惩慌惩慌 皇帝当年是 乾隆皇帝当年是46岁 他75岁 大他一辈人 大他将近30岁 他知道自己老了 让儿子接班 他也害怕 说我这都干了好几十年了 兢兢业业 胆战心惊 你还让我儿子接着 或者儿子能不能像我这扛住了 都很难说 当年的夏天 7月27号 唐银呢 就奏请退职 他写了一个奏文 给了皇上 我给大家念念 奴才全马年齿 七十有五 气血日衰 医药不能复效 唯念确误 遥功关系重大 现在虽有 奴才儿子银宝 随任邦 唯是银宝 纠系少年 诸事阅历未久 奴才自顾病逝 焉禅玉食 簇难全遇 若不及早奏名 设有一物 则奴才赴罪一身 为此据实奏文 恭请皇上 另择贤员 道官接班 他这段就说 我都七十五岁了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吃药也没什么效果了 我知道这个 我的责任重大 虽然我儿子能帮着我 但是我觉得他还年轻 阅历不高 我恐怕不能很快的痊愈了 所以只好及早的告诉皇上 我不行了 你另选择别人 来接替我的工作 8月21号 不足一个月 皇帝龙恩批准 当时是君臣这样的关系 你一个都瑶官 上面直接跟皇上对话 对他有多大的心理压力 也表明了君王 对陶瓷生产的一个重视 乾隆是在位六十年的 以后退位的一个皇帝 退位还干了四年 乾隆是在清代皇帝里 最有福气的 乃至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 皇帝里最有福气 他的福气体现在哪一点上 第一点他是盛年登基 右主登基是一个很困难的事 他受很多人左右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他二十五岁登基 人生美好的时光 他体力和精力一生都非常旺盛 他对艺术有偏好 对瓷器优甚 第二呢 康熙雍正打下的这个基础 就是他的祖父和父亲 打下的这个基础呢 是国家强盛 国家安定 他有足够的这个精力和实力 来经营他这艺术 第三他是在位最久 他虽然不愿意超过他祖父61年 但是他做了四年太上皇 他一共加起来是64年 也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皇帝 活了89岁 他还有一点 就是 他是中国历史上花钱最多的皇帝 他在位时间长 国家富足大把大把的花钱 他自个说他是十权老人 十大武功 六次难寻 经营一个硕大的圆明园 万园之园 他觉得他自己守住了祖业 乾隆晚年的时候在故宫召开千首宴 全国各地活过70岁 有功绩的老人都可以来这赴宴 最远的一位一年前就启程了 吃这顿饭 走了一年到北京 吃完饭走回去又一年 这是真事 从海南走过来就得一年 请到北京吃饭的时候 乾隆很高兴 看了这么多老年人 国家兴旺 对老年人很关心 每人发了一个玉次养老牌 十两白银 价值连成的文物 但大部分人回去就给使了 你知道吗 化了 用了 能留到今天 非常有价值 我历史上见过一块 可惜没买 乾隆当时的这个态度 就是对百姓的这种养老的态度 跟我们今天都很一样 就是他对老年人的态度 表明了一个中央政府的态度 众所周知 康熙 雍正 乾隆三朝 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 史称康雍乾盛世 或者康乾盛世 那么同样都是盛世 乾隆时期的瓷器 跟康熙时期的瓷器 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到了乾隆盛世 它非常有意思 我们比如 最爱画的一个图画 一个画面 瓷器上最爱画的画面是什么呢 是娱乐图 于家乐 康熙的娱乐图 它所画的那个画面 一般都是捕鱼 比如撒网 用各种语句 想法出击 而乾隆的时期画的瓷乐图 一般都是钓鱼 康熙的时候 它是出击 乾隆的时候是等待 康熙的时候 是要享受成果 乾隆的时候 是要享受过程 我们今天很多人钓鱼 跟二十年前的目的 一点都不一样 我们今天的钓鱼 大部分人都不是为了鱼 是为了钓 为了这个乐趣 二十年前 那钓鱼还就真为了那鱼 都是阿尔他妈妈拿大木盆来 就是一定要吃掉这个鱼 对吧 我们今天很多人钓了鱼 我那朋友钓完鱼 就追着我说 哎呀我这鱼钓多了 都给你吧 给你吧 那你钓他干嘛 哎呀我这钓多了 都给你 我也吃不了 对吧 可是这个态度 他不是要求要那个鱼 历史上是一样的 乾隆盛世的时候 他的画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形态 那么我在早年的时候买过一个康熙的娱乐图的一个罐 当时我不明白 我说这些人都站在水里 拿一筐干嘛呢 这画面上就是很多人站在水里拿着一个筐 我是北方人 没见过南方有这么一种工具 他这种东西呢 我查三材图会的时候呢 我才知道那玩意叫什么 叫赵泉 就是一筐 两头是空的 没底的筐 说白了就是没底的筐 三材图会上是这么多的 这么解释的 他说赵泽竹鞭 赵泉是个竹鞭的 空旗两头 他逮鱼的时候呢 就是拿着往那水里一扔 然后在里头摸 这叫赵泉 北方人没见过 所以我看着那个画面上 画的都是每个人抱一筐 我说这干嘛呀在水里抱一筐 不知道要干嘛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捕鱼竹 那么我们再看动物文 康熙时期画的动物文都非常的凶猛 比如他最愿意画的就是一种瑞兽 以麒麟为蓝本 画的都是神兽 那么他画这种动物的为什么呢 他为的是祈愿 就我祈福天下太平 因为大部分人是从动乱中过来的 他就希望这个社会安定 那么乾隆时期画的动物都是什么呢 都是狮子绣球 白子龙灯 他画的那些动物的图形呢 都是非常喜庆的 那个狮子 在康熙时候画的那狮子 都是张牙舞爪 具有杀伤力的狮子 而到了乾隆时候的狮子 都是哈巴狗 都是这样的 它完全不一样 社会形态的改变 迫使艺术形态的改变 康熙时候的神兽 瑞兽 它都是表明了社会的一种担心 而乾隆时期的画的这些动物呢 表示了社会的一种放心 它的形态不一样 内心世界不一样 那么它这种心态呢 跟我们今天的社会非常接近 我们今天的社会大家都比较 心态都比较放松 我们走到哪儿 你早晨啊 傍晚啊 你出去街头上 竟有载歌载舞的 跳各种舞的 还有什么踢腱子的 我走到后海那儿 看了都是踢腱子的 它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形态呢 都是非常喜庆的 乾隆时期呢 瓷器的烧造工艺呢 就达到了一个工艺上的高峰 我们不从美学上谈 从工艺上谈 它达到了一个高峰 唐英在《陶城记事碑》上 记载了其都陶期间呢 供仿古创新57种 过去都不说 就是我上任以来 有57种品种出现 这57种 今天全部都可以得以印证 由此看来 都陶官制度的建立 对于发展陶瓷生产 和提高陶瓷艺术水平 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都陶官唐英 究竟为我们留下了 哪些真词异宝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关注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坛栏目 当年轻的康熙皇帝 马不停蹄地 脚平三番统一台湾之后 还没有来得及回味 胜利的喜悦 大清王朝的北部边疆 又雪片般地传来了 告急的军报 正在日益强大中的沙皇俄国 开始了对大清王朝的入侵 那么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手 康熙皇帝将会怎样保家卫国 抗击沙俄侵略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严重年 将为我们细节再现 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 那一场空前的自卫反击战 讲述康熙大帝第八集 保卫北极 我们今天能看到唐鹰生产的 都有什么呢 比如上海博物馆里 有乾隆年生产的大花菇 落垮就是沈阳唐鹰 国家博物馆里 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菇 也落垮是沈阳唐鹰 都是它确切写在上面的字 那都是它兼造的优良的瓷器 今天看都是国宝 瓷器到了乾隆时期 尤其青花 它都变成了一种熟练的制作 就工艺上它没有难度了 不需要创新了 那么它的所谓的创新 都是在这个框架之内 所以它就变成工艺越娴熟 它的态度就越中庸 颜色越中庸 它就所有东西取中 你比如说 这个乾隆的六方大瓶 这是生产很多的一种官腰 六方的 六方大瓶 我们都知道瓷器 是这个元器非常容易生产 有拉坯 那个转盘上一转就拉圆了 但这任何一个不是圆的东西 都比较麻烦 像这种六方大瓶 一定要有模具 把它形成六方 这大瓶都七十多公分高 这对大瓶是德国人瓦德西 把二国联军总司令带走的 它在他们家搁了一百多年 这件东西呢 在2006年的7月12号 在伦敦拍了七十多万英镑 和人民币一千多万 那么这种官腰呢 是有定势的 我说的很多一模一样的 国内也卖过很多 香港也卖过很多 国内汉海拍过一个 展览期间呢 就是被一个愣疼愣脑的人给打碎了 他搁在玻璃柜里 那天都快结束了 录像里看着他就急冲冲的就进来了 看见东西很高兴 哎呀大观摇摆在眼前 脑袋往上一伸 没想到中间还有一层玻璃呢 就把玻璃撞碎了 这玻璃就把这瓶子给切碎了 所以啊 我们见到好东西的时候啊 都要抑制内心的激动 不要瞎激动 一定要谨慎小心 你看这瓶子都250年了 您这一脑袋 还没直接撞上 您说您要一脑袋把它撞碎了 也算光荣是吧 你撞到玻璃上了 那玻璃把它切碎了 这还不怎么光荣 所以如果不小心 有时候就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们所说的清中期呢 一般是指康熙的晚期 一直到乾隆去世 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呢 就是十八世纪 这个世纪史称康乾盛世 那我们仅从清华瓷器上看呢 这个时期呢 由摩古创新 逐渐演化到形制规范 中规中矩 工艺熟练 变成熟能生巧 就是他后来做到生产什么东西 都游刃有余 非常容易 这个时期的观摇 是明清观摇中最规范的时代 所有的饰样品种 都由宫廷直接把握 直接出样 有独窑官亲自管理 很多艺术词都是皇帝呢 直接过问 因而质量是高超的 我们很多高价位的瓷器 都是这个时期创造的 为什么 工艺水准高 要求高 至于民谣 烧造量非常大 从我喜欢那天起 接触的大量的民谣 都是这个时期的 18世纪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的 跟这个时期的社会繁荣 有直接关系 这个时期的瓷器呢 民谣质量也普遍非常高 有非常精美的 不亚于官谣的 民间有一种说法 民谣非常精美的时候呢 人家就说 这东西气死官谣 比官谣还精美 我们今天的这个收藏市场 对于大众而言 大部分的官谣的优良品种 是我们百姓买不起的 太贵了 但是对于一般百姓 这个市场 就是当时的民谣市场 民谣给我们提供了 大量的生活的乐趣 以及收藏的一个可能 我想历史啊 很多时候是有轮回的 凡事不能永远在一个高点上 就跟古市一样 尤其到了乾隆后期 我们的陶瓷生产 由于工程的满足 就逐渐的僵化了 那么这个僵化 到了嘉庆道光以后 就变成了一种城市化 我们下一讲 就讲清晚期的情况 谢谢大家 乾隆皇帝一死 嘉庆皇帝就立即收拾了 全清朝野的大贪官和珅 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出 嘉庆皇帝似乎比较强悍 那么马卫都先生 为什么会说嘉庆皇帝很懦弱呢 嘉庆以及以后 道光时期的瓷器 会处于怎样的状态呢 咸丰皇帝极其无能 那么他当初究竟是怎样 谋举皇帝宝座的呢 咸丰异朝的瓷器 又有着怎样的特点 收藏专家 官部博物馆馆长马卫都 精彩讲述 晚清清华 敬请关注